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名段欣赏 朋友们今天呢 我们探讨的这个戏曲人物呀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豆鹅 我们为您请到了嘉宾呢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成派名家 钟荣 钟老师你好 钟老师 其实提到这个豆鹅这个形象呢 我相信新民朋友都会想到一出成派戏 那就是六月雪 对 我想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说这个成派唱腔呢 您觉得它怎么就适合 对于这个豆鹅这个人物的塑造 因为它这个声音形象呢 就是富有这个深沉含蓄 还有呢 就是承认它这个土字归印呢 胡广运多 就给人感觉到这个韵味特别浓厚 这个两方面综合起来呢 它形成了一个就是这个低回婉转 这个刚柔相继 这个一波三折呀 还有这个若隐若现 它这个最能体现这个豆鹅这样的 悲剧人物的感情 说得很短 钟老师 其实说到豆鹅这个戏曲人物呢 应该说由来已久了 是 最早呢 是元代的关汉青 他笔下塑造这么豆鹅这么一个人物 没错 您提到关汉青呢 我想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读过这个豆鹅院里 那个法场一段 对 那么在我们戏曲当中啊 很多大剧种都演这个戏 那么原汁原味的忠实于这个 关汉青的这个作品呢 还是昆曲 说到昆曲 咱们就请大家欣赏一段昆曲 是由这个桃鸿针为我们带来的 斩豆鹅的精彩的片段 是由这个桃鸿针为我们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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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命一斷 照我的幸福 唯有守夜 噩呀天地 肅在谷怕阴气软 传播消天地 顺水退陪传 爹爹你不分好的爱 难为爹爹 天意一处堪心意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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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以上您欣赏的是陶红珍带给我们的昆曲斩豆鹅的一个精彩的片段 其实钟老师说到豆鹅这个人物形象 因为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其实喜爱当中大家给予豆鹅还有一种情感 那就是同情他 对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人们特别同情他 主要他三岁的时候就死了母亲了 他七岁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父亲到人家家里去做同养席 所以他这个一生 他的这个遭遇 不公正的遭遇 老百姓对他还特别同情 豆鹅这个题材的戏 很多剧种都演绎 下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 敏剧演员周虹带给我们的斩豆鹅的精彩片段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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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风山盘 不带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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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承认对这个戏真是下了一番心血 我认为他这个唱唱是精雕戏科的 他做了精心的布局安排的 那么我也是80年代以后出去到各地演一演 得到了观众的检验和肯定 那下面我们就和朋友们一块来欣赏 陈潘明家钟荣带过我们的六月雪法场的精彩片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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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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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以上呢您欣赏的是成派名家中荣带给我们的六夜雪法场的精彩片段 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这一期的名段欣赏就要结束了 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探讨的戏曲人物呢是豆鹅 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成派名家中荣 在节目最后谢谢中荣老师 也感谢朋友们收看这一期的名段欣赏 咱们明天再见 再见